王毅提到日本跟台灣 有人主張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 這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情感 因為台灣是中國大陸的內政問題 這個有人說就是 講那就是民進黨政府 那台灣的外交部就聲明 譴責中國大陸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 破壞區域和平穩定 我們是台灣方面就是很快 日本有事台灣有事就先表態了 你怎麼看待這積極的表態 這個民進黨政府就要聽到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嗎 馬上就嗨起來了 可是 所以現在日本有事 台灣要先進去表態 對 問題是 你要好好解讀這幾個字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你要怎麼解讀 第一個解讀 其實應該這樣講 最正常的解讀 而且我覺得是最合理的解讀 是說 當你台灣有事情的時候 我日本不管是我的交通運輸 我的經濟等等 都會被牽連進去 甚至如果美國因此決定介入的時候 如果美國因此決定介入的時候 我日本因為美日安保 我可能也會被迫拉下水 也就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不是說你台灣有事我日本一定會來幫 而是說你台灣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日本也不好過 我也會很頭痛 經濟的運輸的軍事的很多麻煩 所以侯友宜那時候選總統的時候 就經過我們國民黨以前某一個駐日代表 其實大家應該就知道誰的 這建議 就是變成台灣沒事 日本沒事 我覺得這個 其實日本人聽起來蠻受用的 因為他怕的是你台海有事 他自己也受到影響 更不用講說派兵的 那個另外一層的 這個顧慮了 所以民進黨一聽到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他就說日本會來幫我 沒有沒有那麼簡單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民進黨政府又開始發聲明說 中共武力破壞現狀啊等等的 那這個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可能也必須要反攻自行一下 因為中共的做法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各自有各自的解讀 可是在台灣這邊 台灣有沒有改變了當時2016年5月之後的現狀 我覺得也有啊 最明顯就是改變了當時的政治基礎 就叫做九二共識嘛 不管你接不接受九二共識 但是當時的政治基礎就九二共識 誰先改變它 造成了中共對蔡英文政府 進一步的強制的壓迫 好 我可以總結一句話 就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其實沒有這回事 不過就因為老師是教 然後國際衝突管理 你有開這個課嗎 有這種課的名稱嗎 國際衝突管理 有 好 那你看中非在南海之間的衝突 談到剛剛聊到了菲律賓的民族性 不知道什麼上去提 然後中日這一次 不管是七月份的日見 或者這一次的共機 互相這個領海領空 這樣的一個摩擦事件 在國際衝突管理上面來講 怎麼樣去看這兩個世界在管理的成分上面的風險升級 這兩件事情我覺得風險真的比較高的是菲律賓 菲律賓 對 因為菲律賓那邊呢它是一個很直接的對抗 你看嘛 船隻從照片看起來就已經進到這個程度了 更不用講在仁愛礁的問題 然後你再往前推的話呢 1995年還有美濟礁的問題 那我從 如果你看南沙的地圖的話 假定菲律賓在這裡好了 菲律賓的主導在這裡的話 美濟礁是95年 然後2020年左右是仁愛礁 然後現在是仙兵礁 越來越靠近菲律賓的主導 從南沙這個角度來看 那菲律賓會很不爽啊 因為美濟礁離我遠一點我就認了 你現在已經到了我 離我100多公里外的這個小岸礁 然後你還說是你的 然後不讓我的船過去 你離我600多公里欸 我說中國大陸啦 離那個仙兵礁600多公里 你都過來 我100多公里我不能過去 所以菲律賓那個民族主義 還有那個 還有我說過還是那句話 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適時的收一下 所以比較容易插槍走火 那日本跟中國大陸那個 真的就是 反正你踩到我的腳 隔天我也不小心出門的時候 踩到你的腳 大家就知道 你下次就不要有第二次踩我腳了好不好 如果這個假的 這個純屬講設 你是國際衝突管理的一個 顧問的身份 然後 北京找你諮詢 假設 北京找你諮詢 怎麼樣去做個控管 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其實這控管 其實做建議歸做建議 但最後是那個政治的決心 上面的人政治決心 其實對 菲律賓來講 對菲律賓其實目前的控管 又要透過華盛頓 對 只能透過華盛頓 讓華盛頓知道南海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這一次蘇利文 蘇利文美國國安顧問去北京 據說其中一個重點談的就是 南海的問題 那南海不只是美國 他主張他所謂的航行自由 在這邊來來去去 而是菲律賓 因為有美國撐腰 讓南海的衝突 可能會更加的白熱化 這個是中國大陸不想見 其實中國大陸也就是想 我就在那邊做我的事情 你們不要看到我做什麼事 然後南海慢慢慢慢就變成 我自己更鞏固的一個主權範圍 但是美國就要把它調起來 然後菲律賓就作為馬遷阻 所以對於菲律賓這一件事情的 衝突管理的源頭在華盛頓 那日本這一件事情呢 日本其實這一件就不用透過美國了 因為說實在 進入領海領空是不是大事 好像有點大 但是呢他這個真的只是從邊邊輕微的略過 而且真的是一報還一報 所以這個只要透過雙方正常的外交或者國安溝通的管道 而且呢雙方只要把各自的這些軍事的部署 還有在周邊飛行的意圖 講清楚 原則上啊 因為日本也是一個很老練的外交國家 所以原則上 不會升級了 對原則上 大概這個事情大概就是 你踩我一下 我回踩你一下 大概就到這裡了 不過日本就是我剛剛比較好奇的就是 梁岳浩靠近這麼近解放軍去監控 不是說監控監視他的所有的軍演的過程 是完全日本的意思嗎 沒有美國的意思在後面嗎 這個一定是美日同盟一起 所以美國一定大概如果日本他要出動這一個 這一個梁岳浩去監視解放軍的這些軍事行動 美國理論上會知道 就算事前不知道 但事後的資料一定會送回來嘛 美國一定會有 所以我覺得美國雖然說是知情啦 但這也不足為奇啊 因為只要是在日本周邊的 這些中共解放軍的軍事活動 日本基本上都會派軍 梁岳浩的知名 就是他常常出現在解放軍周邊的一些軍事演習中 他是負責監察的 對 我的問題就是 剛剛老師講 我講到國際衝突管理 那管理源頭嘛 菲律賓這個事情你找華府去管理 因為真正有能力的是華府去控制菲律賓 那日本 剛剛老師說 可以只要是北京方面跟日本方面能夠 表明到自己的意圖 然後雙方台灣就沒事 但是如果梁岳浩是奉美國知名去監控的話 美國如果要他繼續監控下去 這事情還會再發生的 但是會不會進到領海 或插到領海邊邊 那個可能就不會了 但梁岳浩一定會來 因為 老共也是監控美國在南海的軍事行動 這監控是國際上很常見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不要覺得說是一個很奇怪的 而是說進入領海進入領空 這真的就奇怪了 所以我也希望啦 因為不要擦槍走火啦 台灣在旁邊 他們這些感冒我們會打噴嚏的 台灣很積極喔